美股也无法置身事外 种种不确定因素杀的美股措手不及 道琼收盘大跌225点 跌幅2% 创下近三个月来最大跌幅记录 而反映市场恐慌程度的芝加哥 选择权交易所波动指数 VIX更飙涨将近20% 几乎是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的 单日最大增幅 显示投资人对于股市 可能将面临大修正的忧心 其实大哥我要请教你 上次传出来所谓的 希腊以及其他国家 叫做PIGS 这四个国家所谓的债权危机的时候 我们就在讨论说 会不会导致第二次的金融海啸 那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您在不在 包括媒体记者 包括经济学者 专家投顾都说 不可能 这四个国家的经济规模 不那么大 而且一定会解决 欧盟一定会出手 果不其然欧盟出手了 可是问题还是没解决到 几个月后的 今天我们还在谈 说这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说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这个问题会继续蔓延开来 我们来看看几个 非常重要的 这些国际间的投资机构 他们如何看待希腊债务危机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 这个总裁呢 他讲说 纾困再加上开支的缩减呢 只能解决流动性的问题 流动性大概稍微可以解决 可是真正债务负债 现在还是还不出来 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 你如果再提供给他钱 他只是欠的更多 他已经欠根本还不起了 你再借给他钱 没有用 他还是活不过来 再来是纽约梅隆银行的 这个资深分析师 他讲说 救助方案 无法一举终结欧洲的 债务的伤痛 问题会环绕一整年 这个是很关键 接下来一年 大家都还是要谈说 都是希腊了的 或害大家惨嘻嘻 市场会怀疑 是不是西班牙葡萄牙 也会是未爆弹 接下来一个一个爆出来 麦家华 等一下我们会好好谈 这一个人 这个是很知名的末日博士 就是说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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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世界经济都要毁灭了 欧元疲软 那如果说提供 希腊更多的纾困的话呢 就代表希腊人民 你欠的债会更多 希腊人享乐观的 说实在南欧那些国家 下午吃顿饭吃两个小时 然后睡个觉睡一两个小时 睡饱了才要来工作 几个小时之后 又要打烊 晚上又要吃饭了 可是好日子不在了 经济会更严重的衰退 卡恩国际货币基金的主席呢 他说希腊债务危机呢 会有蔓延到 其他欧洲国家的风险 他谈的是更大更大的问题 如果这些国家呢 经济发生危难的时候 因而退出欧元区 那么欧盟可能会瓦解崩溃 你怎么样看待希腊 我觉得希腊本身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蛮严重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 现在的欧洲的金融风暴 跟我们的亚洲金融风暴 那时候做比较 那时候接受这个 现在INF要介入 那时候韩国也要 接受INF的资源 接受INF资源 他们叫做国耻日 举国引以为耻的一天 但是呢 从此他们的国民所得 要调到我们的块 一半多一点点而已 大幅的滑落 然后呢 很多人就拿黄金出来 捡讯公务员 供体时间来过日子 然后经济重新再启动 这个是亚洲的韧性 但是你看希腊 我要帮助你 已经开始抗议了 这是最大问题 人家要帮助你去忙 你要展现说 我很高兴接受帮助 然后我们大家准备 热井肚皮 那你谁要说 我要帮助你 你还说Never 我已经公务员在抗议 他们的共产党 全部都挑在抗议 说我们不能过那种生活 那就说他们不愿意 改变生活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麻烦 你想像希腊来讲 他的退休年 在60 61岁就可以退休了 德国要到65 6岁 所以德国人想说 为什么我们要支援 他们就是那么早退休的国家 他们今天还搞出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支援 所以德国本身 德国法国本身 自己都摆不平 为什么要支援这个伙伴 那我现在好了 假设摆平 这些德国上个礼拜 才讲说要支援 就算说要摆平 要给钱给他们 他现在所展现出来怎么样 我不想过 比较层次差一点的生活 那这个对所有的援助 都会产生开始 会抗议说 为什么要援助 这个没有改革决心的地方 这是我觉得希腊 会闯出的问题 那这个希腊问题 有一点点像什么 雷曼兄弟一样 刚开始觉得 让雷曼兄弟倒没有关系 大家想要是觉得 希腊规模比较小 让他倒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 后来引发的这些 西班牙或葡萄牙 马上就是从最后排行榜上 往上调 这个是将来会有问题的国家 尤其是西班牙 这个经济体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看说 希腊这个东西 可能如果没有处理好 而且处理的速度一直很慢 因为很多这个欧盟的国家 现在欧盟发现问题 欧盟虽然达成了 货币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其实是各玩各的 每个国家强弱本质 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 强国要掏钱出来 强国一直说要掏钱 又掏得很慢 一个月一个月拖下来 所以让希腊问题 从大家认为已经不是问题 就现在反而引爆出更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希腊爆掉的话 那将来的结果 可能其他的国家就 哇 那更害怕了 西班牙 葡萄牙 这些再信可能也被 另外呢 就是信品公司 把它调成垃圾级 这打击更大 你已经很糟糕了 你就不要去调端 就信品把它调成垃圾级之后 造成国际的突婴 更进去打击他的股票市场 所以对这个国家 有点像当初的泰国 很可能被洗减玉空的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 我请教你 上次在谈希腊危机的时候 大概时间也差不多 另外一个国家叫做杜拜 杜拜也说 他有金融危机也是债权 外面欠的太多太多债 然后根本还不起 这个杜拜这个邦呢 他几乎就要倒了 可是旁边说 阿古达比我来援助你 两个同样的情形 都是欠钱一併 为什么杜拜危机可以解决 而希腊解决不了 杜拜这个危机一开始 我们就说他 我一旦就讲他一定会 因为回教是个非常团结的民主 他有好兄弟 回教的这个家族就是兄弟 他们互相出手来帮忙 但是欧洲不是 这些国家彼此不是兄弟关系 我借钱给你 我日子就会比较难过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希腊的问题跟杜拜 杜拜是绝对有解 杜拜当初出问题 这个是绝对有解 你愿意把那个塔改个名字 你愿意把资产让出来 而且这些亲王彼此都是 本来就是亲王彼此 亲戚关系存在 对德国人来说 我帮你解决问题 那我得到什么好处 这是一个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所以希腊本身就像这种国家 他本来社会福利制度上都是非常 在这个整个欧洲区里面算是非常好 但是他生产力并不是很高的 所以对很多国家来说 就算拿下来也没什么意思 这我觉得他面临最大的麻烦是这样子 那你觉得现在已经情况很不好 起码你要自己说 我让出一点步伐 我开始热景度过又不愿意 那这种情况下呢 要久就解决这种国家 真的是蛮困难的 希腊关系还要上这头抗议 没问题他还要抗议 所以你在其他援助国觉得 我已经要援助你你要抗议我 你本来就在热景度 因为你将来要还债了 我今天借你200亿或借你500亿欧元 这不是要你还的 不是说你现在就开始 我还要维持原来生活水准 你原来生活水准就是因为 原来生活水准太高 所以才欠很多负债 那你说我还要维持原来生活水准 那表示你 你根本就没有诚意要还债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会让这债务的问题 会继续扩大 没错梁老师我要请教你 那究竟是说昨天包括全球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也跌了200多点 我们先来看看 美国道琼昨天跌了225点 跌幅是2.02% 英国跌了142点 跌幅是2.56% 法国也跌了139点 跌幅是高达3.64% 德国也跌了2.6% 然后希腊跌的最惨 跌了6.68% 台湾当然跌幅大概0.27%左右 应该是2.7%左右 这个应该是写错 2.7% 我请教一下 为什么几个月前希腊就已经传出债务危机 几个月后的昨天跟今天 还在谈所谓的全球股灾 股灾真的是因为所谓的恐慌性 真的是说希腊这个问题 会导致接下来更严重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还是只是那些投资客 他们因为获利了结趋断在这边操作而已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即便是投资客的一些 就是就是obitrage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你也是有 也是知道说欧元区它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才会导致有这样子一个套利的空间 所以你实质回应该是要回到说 这个欧元区的这个经济的问题 到底是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那现在台面上其实是因为 这个标准普尔国际性贫 他所调降了希腊成垃圾在之后 大家才突然又警觉到说 这个议题好像好像还没有去解决 但是实质上真正的问题上来讲的话 是他本来就都没有在解决 从哪里可以看出他本来没有在解决 其实在欧元区上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数字 always是他们在欧元区当中 对于这个主权债务 或者是你的经济的成长上来讲 到底有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的一个标杆 其实就是以财政的预算 就是我们实际上也是有的 他就是直接讲 就是说用财政赤字去占GDP的比重 这大概是三个percent 你债务的金额 在你GDP的这个total的总金额的比重呢 就是要达到60percent 可是你去放眼线在欧元区的国家 包括这些好的国家 像德国法国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其实他都是在under这些标准 也就是说他自己都没有 这些强国上来讲的话 他都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标准 那更何况是我们所提到的像希腊 还有像爱尔兰 甚至于像西班牙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在整个经济体 在欧元的经济体当中 希腊跟爱尔兰来讲的话 他的比重并不高 但是不要忘了像西班牙 它是第一个